流畅抛枪加上精准走位 三军一队表演新队形 把拿手绝活统统拿出来 一队队长难得联手甩起指挥刀 看起来超帅气 今年国庆典礼 国军依然扛起表演重头戏 28号进行地面表演部队御教 宪兵54辆重击也拉风登场 从宪兵勤务联警卫牌 扩编成快速反应连后 不但是宪兵重击第一次在国庆表演 也是首次在府前障碍物超越 更有六名女车手加入操演 开始从导车扶振 从一个车子的整体的性能来开始训练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 可以来作为表演方面的需求 国防大学合唱团将带头领唱国歌 对比蔡总统上任第一年 找来棒球国手陈金峰和哨棒选手领唱 陈金峰表情严肃 看起来很紧张 军校学生比起来则是训练有素 相对整齐划一 音乐的换气 或是整体方面都要去加强 双十节当天还将有 陆砖古号乐棋队表演 国军慢速机队 空中分裂式 以及换向2000战机 通过总统府前 希望带给民众精彩的国庆饗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